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会去先检查一下 上次进行绣枝的无花果 我们看这边是一些已经绣枝的无花果 上次我们看那些枝条 我已经拿去做当做先叉的枝条了 我们看 今天这些就是剩下的枝条了 像这枝的话 我就是要拿 这样拿掉 我们看这边是无花果的形状 就是修枝之后 我们看又有好多奢牙准备猛发 我就怂小 就是要拿掉 这样子 这些巴勒也是一样 这是已经 就之后 今天我会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会把我们家的苹果进行一个虾牙 而我今天使用的就是塔形的虾牙方式 这是我们家的苹果 然后这个塔形的虾牙是怎么分享的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们看 上次我已经卸制之后呢 然后它已经开始萌发一个芽点 而今天呢 我会在这个芽点的这里 拿掉 就是从这里的话 它会有些色牙的 它会猛发芽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这边 它已经展开了一个 那我现在呢 怎么让这个长大呢 我就是要进行第二次的虾牙 这是我所谓的一个塔形的虾牙 我虾牙之后这个会长比较大 然后这边会会有 这边又会长出色牙来 这样子 这是我的做法 好 我们观察这里 它也会有 一二三 有三个 然后这些牙点都还没办法萌发 所以我就是进行 另外一次的虾牙了 第二次虾牙 所以这是一个塔形的一个 虾牙摘牙的分享 所以今天我只是在这个视频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只能使用这个塔形 做这个虾牙的动作 我们的这个苹果才有更多的枝条 如果有更多的枝条呢 它才长比较坏 然后才可以长果的 比较多这样子 我们冬天的时候 这些都会椰子全部留掉 然后没办法萌发牙了 所以我就是已经歇枝了 歇枝之后 今天又是进行第二次的虾牙这样子 我这一刻呢 种了已经是第二年了 可是都还没长果了 所以我这次要使用这个塔形的去做 好 今天我的视频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时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给我留赞留下评论和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哦